响应12月3日国际身心障碍者日高雄市政府社会局规划高雄市国际身心障碍者日系列活动 重视身心障碍者权益的高雄市长陈菊还录制一段影片 今天在脸书播出要是名朋友以简单手势 响应今年高雄市国际身障碍者日主题GIV ME5I存在 陈菊说今天是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高雄市政府长期倡议身障碍者自身基本权益外 更积极创造友善环境 今年呼吁大众以GIV ME5I存在的精神 提倡空间心畅行教育心平等就业心接纳 就医心便利与生活心友善 在空间教育就业就医及居家生活 具体落实消除对于身障者的歧视 提升身障朋友权益 用接纳与行动支持身障朋友做火斗症打造友善幸福 新港督 另外社会局在国际身心障碍者日前系特别制作专属主题曲 让爱无限存在 透过金曲歌王 荒山亮宇先天性存恶劣生命歌基增与陈小宇共同演唱 在两人交错的歌声互动中点出社会各处皆存在着爱 社会局长姚宇敬说近年来高雄市为维护身心障碍市民权益 出提供各类经济补助减轻家属照顾负担还有居家服务 社区及机构市照顾服务 目前身心障碍福利机构及据点已有85处 仍持续活化政府空间 不仅掌照服务据点 扩增偏区辅具注点服务 推动友善商家服务提升身障者用餐购物的品质 在交通方面除富康巴士145辆外 还有低地板公车及无障碍中 大型公车377辆逐步完成环状轻轨路线 同时推动无障碍继承车 使身障者交通更便利 现今已有127辆无障碍继承车上路 未来将朝294辆迈进 协助身障者就医就学及外出社会参与 教育方面积极推动早疗服务及融合教育 就业方面提供身障职业训练 支持性就业职务再设计 鼓励企业及团体势力庇护工厂 医疗方面推动身心障碍 整合医疗门诊 协助身障者就诊及用药问题 为鼓励身障者进行体育休闲活动及社会参与 在桥头区成立全国首座轮椅梦公园 让身障朋友多一个休闲运动的好去处 高雄市各艺文场所都有未听语障 及职障朋友设有导览服务及轮椅足践服务 鼓励身障者能多走出户外 增进社会参与 高雄市长陈菊关心身心障碍者 今年呼吁大众以GiveMe5爱存在的精神 提倡空间心畅行 教育心平等 就业心接纳 就医心便利 与生活心友善 图高雄市社会局提供 分享